大白天一个男人从18楼被扔出 重重摔碎在了地上 周围人被吓得惊声尖叫 可杀死男人的快递小哥却丝毫不慌 反而在手机里输入了已除掉三个字 原来送快递只是他的副业 他的主业是异能者杀手 是美国从600个异能者小孩中 杨古是培养出的6个最强者之一 专门猎杀炮菜国异能者 很快 快递小哥弗兰克便赶到了下一个目标 这次是一个开书店的瘦小老头 但其实却拥有最强大的控电印度 弗兰克将门关上 然后叫出了老头的代号 老头瞬间明白弗兰克来者不善 不动声色地将桌上的一张照片盖上 然后将手伸进插板吸收电力 但熟读他资料的弗兰克当然不会给他击火 直接就关闭了电闸 幸好老头还有后手 他将收音机里的电池握在手中 吸收里面的电能勉强有了一站之力 两人拼拳对轰 但老头拳上带电 弗兰克猝不及防下吃了爆亏 知晓厉害的弗兰克便不再和老头一平 在躲过老头数拳后 弗兰克用书本隔绝老头拳头上的电池 然后隔山打牛击打老头手腕 老头吃痛 手中的电池落了出来 瞬间战力大跌 而弗兰克则瞅准时机 对着老头连续出拳 老头被打倒在地 弗兰克想去抢地上的电池 却不料还是慢了一步 被老头抢先拿到电池 将它直接轰飞 但老头并没有高兴 因为他知道自己今天凶多吉少 便趁弗兰克还没站起 将之前盖着的照片烧毁 等弗兰克站起来后 老头赶紧上前对他进行锁 可没想到的是 弗兰克的生命力似乎异常顽强 即便老头拼尽全力 还是弄不死弗兰克 最终因为力竭被弗兰克抓到破绽 解决掉老头后 弗兰克回到车上 便准备前往下一个目标 而两名异能者特工一天之内同时被杀 也引起了炮菜国中情局高层的警觉 他们意识到是有人在对特工们进行肃清 立刻对外宣称两人是意外死亡 实则开始暗中调查杀手身份 而不光是他们 其他隐性埋名的异能者们也开始意识到危险 纷纷躲在吃瓜人群中赶到现场观察 而与此同时 弗兰克也赶到了下一个目标地点 这次是一个发廊 他这次没急着出手 而是先要老板娘给自己洗头 然后故意询问对方有没有儿女 经过最近的事 老板娘很警惕 他以隐私为由拒绝告诉弗兰克 弗兰克却仍旧在继续追问 老板娘意识到了危险 悄悄拿出包里的剪刀 老板娘罗周立刻就想递开 可没想到男人不但没事 反而将他摔翻在地 紧接着弗兰克拔出了插进脑袋里的剪刀 而这也正是他的能力超强恢复 罗周不再犹豫 开枪射击将弗兰克击退 然后快速跑到里屋 拿出了空调里藏着的恩斯 然后迅速上膛对准了墙壁 而下一秒 他面前的墙壁就变得透明 看见了对面弗兰克的身影 原来他的异能是透视 见自己的攻击对弗兰克不通不一 罗周只好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秘密武器 只一击弗兰克就被轰飞几米远 还没等他缓过神 罗周又是一击 这下 饶视弗兰克的变态恢复也扛不住 他只能先躲了起来 而罗周这时也跟了上来 再次朝弗兰克开跑 却不料弗兰克这次禁避开了罗周的致命运击 罗周没有了子弹 只能上去和弗兰克近身活动 但他一个弱女子 根本不是变态弗兰克的对手 局势一边倒 很快罗周便被弗兰克一个鞭腿打飞 他不死心 拿出剪刀朝弗兰克刺去 弗兰克虽然用手挡住 但还是被插穿 但这在他的恢复能力面前完全无用 弗兰克将剪刀扯出 反手插进了罗周的脖子 弗兰克收拾好身上的血污 刚走出大楼 可没想到却被一个人叫住 对方好像发现了他的异常